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Robin 很感谢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视频收客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 就是在PriceAction中的空间判断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还是反复强调一下 还是有部分朋友在进行试盘操作 这里试盘呢 我所指的是金融市场中的所有市场 包括外汇、股票、期货等等等等 那么大家在学习一个系统当中 特别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这个成功率是相当低的 那么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多去练习、多去操作 用什么来练习 用什么去操作呢 用我们的demo 用我们的模拟账号 这是我们模拟的一个目的 那么大家如果试盘去操作的话 会因为一笔两笔的亏损 而对整个系统失去信心 那么大家很快就会放弃了 我说了很多次了 那么大概50%的人来我的收客当中 是为了跟着我做赚钱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不会给大家任何的交易信号 我的目的是将会大家自己去做 通过三个的时间达到稳定盈利的一个目的 那么还有30%的朋友呢 是并做 并学习 并试盘 那么这部分朋友 我刚才说了 可能会一笔到两笔的亏损 而对这根系统失去信心 那么对以后的学习会造成很大很大的障碍 那么还有10%的朋友呢 就是学习了 因为就是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盈利 提早就进入试盘操作 那么这部分人到最后也是会放弃的 那么还有5%的朋友呢 那么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系统不符合你的 确定style 就是你的交易个性 交易方式 那么这部分人也会放弃 那么最后 最后5%的人 坚持下来的 能坚持三个月以上的 而且能证明自己稳定盈利的 那么这部分朋友将是我们最成功的 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了 在金融市场中只有5%的人成功的一个原因 不是因为我这个系统好 而是大家学习系统一个方式的区别 那么好了 那么今天就来进入我们的那个 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外汇中空间问题 以及如果根据空间来判断 大家能不能交易 做这笔交易 好了 大家来先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图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地板 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电话板 这是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要晚上跳 那么哪个人会跳得高呢 很简单很明显 左边这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 不好意思 是右边这个人可以跳得高 左边这个人跳得不好 为什么 左边这个人跳上去 撞到天花板 很近 因为很近 右边这个人呢 跳上去 就可以跳得很高 也不会撞到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左边这个人跳上去 撞到头了 撞到头不说 还摔下来 摔得很惨 那么右边这个人呢 他可以跳上去 稳稳的落地 为什么 因为上面的 阻碍你上升的空间 右边这个很小 你有空间往上跳 左边这个人 左边这个人 你 你的 你的上面的空间就在这里 你 你跳上去 马上就会有阻力 所以 这个空间是相当相当有限的 那么 大家 就 我们来结合一下 这个 实战图来分析一下 我先把线里删除掉 为什么 我就是一直一直用一个 货币队来做主要分析 我们现在分析的一个就是U卷 就是我想看的 让大家看到 我做的分析和市场 以后走势符合 那么这个用什么来判断 用一个 用我们所说的简单的东西 就是银行的交易委 还有我们的plus action 那么 在这幅中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三升的趋势 我们在上一个视频讲过了 很简单明显的判断 为什么 就一根线上去 从屏幕的左下角到右上角 不要想太多 那么如果要 大家如果要就是跟 根据那个 我们讲过的判断标准的 也很简单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银行交易委 sell by sell by sell 那么这就是一个三升的空间 好了 那我们切入我们的主题 那么 这幅图是 我们在上次视频中 所划好的线 大家可以对比 以前我们的视频 来看看这些线是不是都在 那么这些 大家也注意看一下 这些线 那就是市场 在这些线附近的一个反应 碰到这二线上去 碰到这二线上去 在这里 碰到这二线下来 上去 下来 上去 下来 市场 是很简单的 它永远围绕着一些银行交易委 来运动 那么银行交易委的强弱 那么我们以前也去 说过了 那么 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那么我们那天讲到 就是这几条 银行交易委 都是很弱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比较弱的 支撑 助力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判断标准 如果大家还记得话 就是 这个 两个标准 支点越多越强 支点越近越强 那么在 在我们的市场途中 大家看到了什么 这条粉红的线 在 这边市场没有出来之前 它是一条做的 为什么 支点少 那么 现在来看 这个是强的 还是弱的呢 我可以很简单明显的告诉大家 根据这个判断标准 支点 支点越多越强 支点越近越强 那么大家在这里看到什么 很多支点 公公社这条线 那么能不能说这条是 很强的呢 那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需要去猜 我们就根据市场看就可以了 那么 做外汇就是一个 根据计划来做这样的东西 那么 我就 假设这条线是强的 昨天大家都看到了 我反复的让大家去做 反复强调大家去做 这个大箱壁子 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想让大家亲身体会到 空间 在我们交易中的 作用 那我把这个放大了 我们这里有三条线 先不管它的强和弱 那么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鼻子 如果破上去的话 上面马上就点到一个位置了 那么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刚才 刚才给大家看的图 现在是不是跟这个一样的 它要往上跳 马上就要到一个位置了 那么 跳上去 有多少成功率 除非可以 可以把天花板转破 它是 会掉下来 这就是结果 那么 这幅UJ的图 这里 这个大箱壁子的空间有多少 这个人可以跳多高 他跳不高 我直接明显的告诉大家 他跳不高 为什么 我看到了 上面有天花板 那么 大家 要不要去做这个 结论是 你可以去做 但是 一定要控制好风险 为什么 它的空间不大 对我个人来说 这笔交易 我是绝对不会去碰它的 因为 一眼看过去 在这个位置 就有天花板了 我不准备去跳 我怕转老头 那么 昨天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我就仿佛提醒 仿佛跟大家说了 大家注意看这些 这些价格 在这些市场中 价格在市场中 在这些线附近的反映 是不是按照我们预期的 在走 对 是的 它就在这些 这些线附近 徘徊 这根线 可能大家都去做了 为什么 不会轻易的被止损 大家在看粉红色线 很多支点 那么 这个东西 好不好做 我觉得 大家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了 很难很难 我们要在这线当中 不断的徘徊 不断的计划 那就会形成一个 就是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不停的去盯盘 为什么线太近呢 碰到条线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决定 比如说碰到上面的线 我们要干什么 碰到下面的线 我们要做计划干什么 那么就很难很难 去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那么 大家再来 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图 结成这个样子 大家一眼看过去 这是什么趋势 往上 往下 还是横着走 那么我们说了 简单的趋势判断方法 就是 如果上升的话 那很明显的 从屏幕的 左下角到右上角 如果下降的话 很明显的在这里 那我们在这里 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横向的走法 这是一个没有趋势的 一个市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 可以和空间问题 这个空间太小 它是会反复的上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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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形成一个 横向 市场 横向运动的一个原因 用大家以前的说法 就是盘整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盘整的状态 因为它的空间不够 那么大家再来看一下 这个的信号 这里大家可能就会说了 我这里还有一个鼻子 这是打架的鼻子 我们不能去做 这是对的 那我们先忽略一下 先忽略 左边这个 所以这个鼻子 我们假设它不是鼻子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空间 够不够 天花板在上面 我们如果破处进场的话 大概就是 30点的 大概30点 35点的那个空间 我们的止损大概是60点的空间 那么市场 一下子运动30点 是很正常的 这样 我们如果到上面 我们如果去 调整止损的话 那这笔交易 我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因为很可能就被打出来 那么 如果我们在 50%回调 建场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建场的话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空间 那么就是大概 28点 30点左右的止损 那么大概有60点的空间 那么大家比较一下 这两个鼻子的区别在哪里 它的区别 不是在它的形态上面 而是在空间上面 我把空间画出来 这是这根鼻子的空间 这是这根鼻子的空间 好了 到这里 大家都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了 那也不用我去多讲了 这就是有空间可图的 那么 昨天 还有朋友 做了 EU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比一下 昨天跟今天的信号的区别 那么 昨天我仿佛的 让大家去观察一个点 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 是不是一个支撑阻力线 这个大家 要在实战中 不断地去锻炼 学习 那么对我来说 我看到了 那么大家再拉回去 看一下 大家注意着这些位置 再看一下日图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那么根据我们的 强强弱判断来 来来判断 这是一个弱的 这是一个弱的 阻力位 那么我们需要去观察一个市场 来确定 那么大家看看 EU 这两个信号的区别 很明显 跟我们看 刚才看到的U 是一样的 上面空间的东西 那么这个大家在实战中 再去 再去多练习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么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昨天有个朋友做的一个GCF 就是银棒对法兰的一笔交易 那么 这位朋友的建成点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它的建成是破初 它的第一目标在这里 这个空间够不够 很勉强的1比1 就是大概就是90点的止损 80点的 80点的空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怎么去判断 那么大家 大家先思考一下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怎么去处理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 很强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去处理这笔交易 90点的止损 80点的空间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要给大家的讲的话题 那么在这里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支撑阻力位的一个作用 那么昨天 那个那位进场的朋友 在他在这里出来了 赚了80点 完全关闭 那么我就问他 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那么这位朋友很简单明显的 从制度上指出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就是6170左右 那么 我就在这个位置画了一条线 让他仔细去观察 那么这条线是昨天画的 我没有去动过 那么大家看一下市场 现在是不是 在这些位置上做出一个反应 下来 再上去 那么现在在这里 市场会有什么反应 很明显的 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或者最坏的打算 它是会到上面去 好了 大家根据我这幅图来想象 想一下 如果是你进了这笔交易 你目前会做什么样一个判断 如果你进了场了 现在吃餐 你的止损会在哪里 大家再看一下这幅图 Buy Sale 现在已经是Buy了 下面的可能性会在哪里 好了 大家就带这几个问题 简简单单的去思考一下 那么晚上我们会对这笔交易 进行详细的讲解 好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是Robin 我的Skype ID是RobinCYS 就是R-O-B-I-N-C-Y-S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Skype 我们每天不定时的进行免费的收客 唯一的要求就是大家 坚持三个月的demo 和四小时以上的周期图交易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